我们现在开始上电阻 有了电阻之后 我们题目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比较啰嗦 前面的串联跟并联就会有比较多的应用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电阻 然后有一些题目我们会做电阻 第一个跟你先说明电阻的意思 用国中程度来说 你就把电阻想成摩擦力 第一个阻力 阻挡电流在运动的力 等一下有个图片 帮各位再做一次说明 那就把它想成摩擦力阻力 那怎么来的不知道 不要管 它跟一些结构什么之类有关系 这比较复杂 我们国中生不处理 我们只要知道说正常情况 电流在流动的时候 都会碰到一个阻力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电阻就可以了 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电阻 第一个因素叫做材质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电阻 等一下会回头来问问你 我们以前背过的导电最好的金属元素 然后呢 微一壳导电的非金属元素 我们等一下会再问你 就是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电阻 举例什么沙地跟玻璃的摩擦力不一样 那剩下两个是金测考过的因素 一个叫做长度 同样的材料 长度越长 电阻就会越大 就像沙地越长 产生的阻力的总效果就会越大 是一样的 所以长度越长 电阻越大 第二个因素叫做面积 截面积 截面积越大 那么阻力就越小 现在教室的门这么大 全班要一起出去 不容易 把它打成两倍大 三倍大 就比较容易出去了 容易流动了 阻力就比较小了 所以面积越大的 我们的电阻就会越小 这个观念是我们基测考过的 是我们基测考过的 像我们这里的模拟动画 所显示的一样 模拟动画所显示的一样 这边有一个low 叫做电阻率 这不要管它 就是不同的材质 有不同的电阻的状况 这我们就不要了管它 那我们要看的是长度跟面积 我们现在呢 电阻是0.67欧姆 它的单位 我们等一下再说 然后呢 长度加倍 我们的电阻就加倍了 所以表示长度跟电阻成正比 长度越长 我们的电阻就越大 然后成正比 那面积呢 我给它加倍 电阻就说砍一半了 表示了 这个面积跟电阻会呈反比 会呈反比 会呈反比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交 就这样子记 长度跟电阻成正比 面积跟电阻成反比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长度如果越长 电阻就会越大 面积如果越大 电阻就会越小 反之就是面积越小 电阻越大 长度越短 电阻就越小 一样的意思 OK 这就是我们的 跟各位讲 我们的影响的变因 那就是刚刚讲过了 你要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教过的事情 金属可以导电 容易会有电流 表示电阻 大家电阻小 电阻比较小 八年级背过 导电性最好的金属是谁 银 第二位是谁 红 这个叫做材质的影响 还有我们背过 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原 是要讲清楚 石墨 石墨不可以写碳 它有很多种 会导电是石墨 会导电的碳不只石墨 但是国中只有教石墨 我们就记石墨就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古时候学过的 材质的影响 基础考过的是 长度跟面积的影响 那我们的电阻比如说阻力摩擦力 挡住它 我有一个电池提供了一个电压 有个电位差 然后去通过一个电阻的时候 就会消耗我的能量 就会降低我的电位差 消耗的能量就会通常转成热能 就是我们以后要教的电流的热效益 所以电池给我电位差提供我电压 经过一个电阻或所谓灯烤之后 我的电位差就会下降 电位就会下降 因为我的能量会损耗 我的电位能会损耗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么电压是一个推动的力量 等一下有图片说明 所以如果你的阻力越大 那你能够流动的就越小 就所谓有一个比例的关系 也是后面会提到的 会提到的 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 有电阻的情况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OK